第二个,他不光是得罪神,得罪神已经是很严重的事了 第二个,你就是把自己陷在仇敌的网罗和黑暗的权势底下 这个是我一直在上一次讲罪的时候,我里面特别的负担 那我觉得我今天还是要提这件事 我们都以为只是一点行为上的问题 我的言行,我的说话,我的行为,甚至我的思想 对别人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伤害 但是其实所有的罪都把我自己陷在黑暗的权势 陷在撒旦的权下 所以这节经文我们需要看一下,我在这边已经列了 他说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扶在那恶者的手下 盗贼来无非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那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然后接下来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 of the devil 属于魔鬼的 然后哥勒西书一章十三节 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你会觉得黑暗就是黑暗 但是圣经上的黑暗是活的 是有spirit 它是一个权势 它会在人身上有侠控的力量 有摧毁的力量 伤害的力量 所以犯罪是把你自己交在黑暗的权势底下 使徒行章二十六章 保罗的使命要传福音 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所以你要知道在这里这么多的话都讲到 这个罪 它其实是一个权势 它是一个活的 而它的权势就是魔鬼 我决定相信我们在座的任何地方里面 你决定不放心你的孩子 在夜里面 被这些黑社会的辱去 或是你的孩子如果被别人kewn up 在仇敌的手中 我相信你昼夜难安的 就像金森巴拉 他那个女儿十六七岁 突然离家出走 不告而别 交了一个不好的男朋友就不见了 他天天一泪洗面 连去教会开车都哭着去的 因为不知道孩子在哪里 不知道孩子现在在这个黑暗 在这些恶势力的底下 遭受多少的柔论 欺负那么好被杀害 因为他在仇敌的手中 不在父母的保护底下 所以今天我们犯罪 不要小看 你是跑出了神保护的范围 它是一个境界的交换 你原来是在光中 你犯罪了你在黑暗的泉下 你原来是在神的看顾保护底下 你犯罪你是逃出神 你自己跑出去 你成为失敏的羊 你在仇敌的手下 你从前是平安喜乐 你现在出去犯罪 你一定被愁苦 所困锁 虽然罪可以带给人短暂的 最终之乐 不然人不会这么喜欢犯罪 对不对 你犯淫乱 你贪污 你去赌博 你去吸毒 你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他当下给你了一点的快乐 跟快感 但是至终 他是一个毒钩 他会让你更痛苦 他决定让你更痛苦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诠释 这是一个境界的转换 这是一个范围的转换 所以我们对罪的事情的看法 我们要很小心 他不光你犯罪 得罪神 伤了主 而且你犯罪 是把自己放在仇敌的群下 这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教会 不光为着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有真理的教导 我们也需要为着神儿女们 能够在神面前 过圣洁的生活祷告 教会容许罪的存在 教会容许我们任凭罪恶 所以保罗说 要把这样子人赶出去 让撒旦败坏他的身体 好让他的灵魂得救 这是保罗他们对罪的态度 那当然后来他也劝大家 真正的关键是在于 他能不能有godly sorrow 带来repentance 只要他真心的悔改归向神 我们还是在爱里面要接纳他 因为我们是重在得毁他 不是要去摧毁他 那这是教会对罪 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有很多 那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是 这个学校一路上高材生出来的 爸爸妈妈都是给你们有最好的教育 但是人性里面的败坏跟邪恶 耶利明早就说了 人性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试透 你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么糟 真的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糟 被神显明了才发现我多糟 但是神的显明是为了医治 神的光照是为了要来解禁我们 所以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 带着感恩的心面对 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